据韩联社首尔5月30号报道 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会员会副委员长 李炳哲29号表示 朝鲜将于6月发射军事侦察卫星1号卫星 朝鲜发布侦察卫星发射时间上述首次 报导称李炳哲当天在朝中社发表立场称 6月即将发射和试验的军事侦察卫星1号 和多种侦察工具 以及时追踪监视辨别提前遏制和应对美国 及其追随势力的军事行动 进而加强朝鲜军事戒备不可或缺 李炳哲表示 美军向半岛地区调遣的空中侦察武器的 作战和监视范围涵盖 包括平壤在内的朝鲜西北部地区 以及周边国家核心地区和首都圈 这给朝鲜和邻国构成严重威胁 他说我们将全面考量当前的威胁和潜在威胁 将全面加强战争威胁力 据报道 朝鲜当天向日本政府通报 将于本月31号临时至下月11号临时之间 发射人造卫星 连据日本共同社网站5月29号报道 由于朝鲜通报的计划发射人造卫星的期间 将从31号开始 日本政府29号尽全力进行信息搜集和警戒监视 日方认为实际上将发射弹道导弹 报道称 朝鲜过去发射的四次通报 均在计划期间的第一至第三天内发射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官邸向媒体表示 这是事关国民安全的重大问题 只是加强警戒 据报道 日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 船越监狱29号与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盛 以及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 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建举行电话磋商 确认将强烈要求朝鲜自我克制 还就包括三国安全合作在内强化威胁力达成一致 共同设称 日本防卫大臣冰田锦一向自卫队发出了 用于拦截朝鲜导弹的摧毁措施命令 准备使用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标准三型防空导弹 以及部署在冲绳县 宫古石横 云纳国三岛的爱国者三导弹防御系统 击落任何可能落入日本领土的物体 这是日本防卫省自2016年以来 首次针对朝鲜发射活动下达拦截命令 报道称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解博一 在记者会上强调 根据综合分析及评估 已建立其妥善态势 说明称 与导弹有可能飞过上空的冲绳线 及仙岛诸岛的五个士丁村共享信息 正在携手应对 共同设分析 朝鲜在过去的四次通报后 2009年4月和2012年4月 在计划发射期间的第二天 2012年12月在第三天 2016年2月在第一天 分别发射了实地上的弹道导弹 此次可能是气象条件 在最终决定发射时 不过一些分析师指出 与西方媒体渲染 日本警告击落朝鲜导弹不同 日方做拦截准备 其实是针对朝鲜卫星发射失败 火箭残骸落入日本境内的可能性 过去朝鲜进行发射活动时 日本自卫队只做监视从未拦截